华林县消防局16号下午接获民众报案 山域意外事故 一行登山队伍共4人 预计3月14号由南安进入 3月21号由东浦出 不过其中一名外籍男性队员 因不慎扭伤脚无法行走 而登山队伍夜宿大分山屋 考量回程路况不佳恐发生危险 请求消防局派员救援 17号三五空行总队 直升机前往大分山屋患者的位置 进行伤患的吊挂任务 经初步评估患者之后 顺利进行伤患的吊挂 并后送至德新运动场 由救护车送往花莲刺激医院 接受治疗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 此三难救援案件 有待厘清相关的内容后 如果确认有违规事项 将依据花莲县登山活动管制自治条例 记处法则 记者凌杰 花莲县财宝罗老 请不与所态的